我們看第三題 他說有一個變量X 它的平均數是X bar 標準差是Sigma 那現在第一個變量 跟舊的變量有這個關係是 那問新的變量的算數平均數多少 標準差多少 我們直接把它取平均值 這就等到Sigma分之10 S bar乘S bar 這就等於0 然後再來 這是Sigma Y 就等於Sigma Sigma分之10 X,J,X bar 這就等於Sigma分之10 Sigma X Sigma X 所以平均數是等於0 標準差是10 後面還有一個50 這是平均數0沒有錯 後面還有一個50 加這個50 加這個50 所以這平均數0 這是50 這不要緊張 這個後面還要加50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常數 所以的話 所以等於這個 我們用什麼 我們用說 AX加上B 等於到絕對值A Sigma X 用這個公式 這樣的話 後面長數就不看了 只看X 前面的係數 前面係數是7個碼分之10 4個碼是正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取絕對值 在預約後是等於10 所以這個平均數是50 標準差的話 是等於10